哈囉大家好,我是Walker 帝亞路卡Ivy100,我又來了 為什麼又來呢?因為這是第二隻 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遇到100的時候應該要怎麼辦 我最近有一點點小小心得 這個遊戲曾經讓我覺得 等級40以上摸到100都很難 是絕對不可能的 但是今天摸到100又讓我覺得 這是我離不開這個遊戲 對他又愛又恨的地方之一 40級還摸到100,實在是真的有夠爽的 等一下就來把他灌到滿,灌到薄 首先我覺得遇到100的時候 就不要太緊張 因為緊張的話你就一直想抓 想抓你就會一直急著丟球 這個遊戲好像很討厭你快速的一直丟球喔 像我啊 通常都是4機5機一起抓 那我就會先去抓一下別隻的 或去丟一兩球 然後再回來丟這個100的 絕對不要瘋狂的 連續對這一隻一直丟球一直丟 不要專攻這一隻啊 你還有別隻可以去混一下時間 時間拖長一點你也不會那麼緊張 多做幾次深呼吸再回來丟球也比較穩 還有我覺得你不要沒丟到喔 不管你丟的是Nice Great或是Excellent 你只要連續丟到啊 我覺得 抓到的機率都會慢慢的變高 但是沒丟到的話浪費球 就好像變得比較難抓 再來講一下這個事前的功課 就是 我覺得很特別的一點啊 如果你帶著小號去打 那個 我覺得IV100出現的機率會比較高 再來就是 帶一些麻吉好朋友 增加槓好朋友去啊 增加你的球速 我發現通常你球速8顆 6顆的齁 中的機率好像都蠻低的 好像只能看著他跑走 所以我可在打之前啊 應該說應該這麼說 人啊 不如不相見 見到了就一定要抓到 在你 準備打神獸的時候啊 你就想好你要打什麼顏色的塔 當然銅色的最好 異色的話就是麻吉好朋友帶著 然後用力打 打到我覺得球速12顆13顆都還蠻有機會的 那最好是16顆18顆啦 球越多機會越高 機率越高 這 本來就是這樣齁 好像在說廢話 不過 我現在打都會先看這些東西 這樣遇到100我才不會隱恨啦 我覺得遇到100沒抓到真的超級靠北的 以上就是我可抓100的小小新的報告 完全沒有遊戲公司的科學憑證 大概就是一種吸引力法則的表現 不期不待不受傷害 但是還是有點期待喔 接下來我們就來把它關到寶囉 我們開始來把地牙盧卡100灌寶吧 首先來 點開倉庫寶可夢 好地牙盧卡 那個只有24顆糖果不管就先強化吧 好地牙盧卡100灌寶可夢 唉唷 58 前面看起來 加的都很爽 來再加 3000 加58的看起來都特爽了 等到後來就越加越不爽 然後要花糖果越花越多 實在是 變57了 這次好像少得比較慢喔 58 繼續 沒糖果啦 來了 這個時候 神秘的糖 神奇的糖果就來囉 200多顆不知道夠不夠 先換個150 150一定不夠啦 好強化繼續 還是一樣加50幾的 喔 加50幾的真的看起來特別過癮 等一下就一口氣減半 來看到CP 3465啦 繼續繼續 我記得地牙盧卡好像有到4000吧 4000多的寶可夢 看起來才爽啊 那變29了 少一半 呵呵 少一半 GG 糖果變6顆 一次6顆 波可最近就是一天一場啊 其實我覺得也是可以累積不少糖果的 那我覺得糖果的搭配非常的好 就是讓你打個 幾十場然後 幾百場然後 讓你的糖果把它灌滿一隻100 平常累積 那三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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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我都覺得好像太慢了 好29還是29 等一下又更少了 3750 CP來到3750囉 3779 那個糖果一次要10顆了 還可以51顆 51顆 51顆等一下會跳12 等一下一次是跳12顆 3865 395 衝啊 3894 再來3923 3923 3923 沒有糖果了 沒有了 道具 神奇的糖果 36 46 好48看看 繼續強化 繼續強化 3952 再來 3981 再來 4009 破4000了 4000 看到4000就是爽 沒糖果了 再來吧 剩19顆 15 好 15看看夠不夠 再來一個 4038 緊繃啦 4038 糖果0 好 今天就是它啦 4 欸 不是 4038 我的最愛 耶 為什麼這麼難挪啊 哇 4038 耶 100 好 就繼續努力啦 謝謝大家今天到這邊囉 掰掰 喔 對了 記得大家下次遇到100的時候 注意一點喔 不要緊張 齁 先這樣啦 掰掰